為了360給您全發位的好天氣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小叮鈴 第一點就是封面是逐漸遠離的 全台雲多偶有陣雨 那麼北部跟東北部早晚比較涼 外出席後請記得要攜帶一件外套 中南部山區部分來說話也會有午後的雷陣雨 那麼來看一下目前的雷達回波 雷達回波可以看到比較強的回波雲 都集中在高雄、屏東山區這一帶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封面已經南壓到了巴士海峽這邊 所以說比較容易降雨的地方 比較容易有強降雨的地方會落在我們台灣的南部 那麼在其他中部以北來說的話 則是個比較零星的降雨為主 來看一下微星雲圖上面的說明 從圖上也可以明顯的看到封面在通過之後 比較白的這個雲層目前是停留在巴士海峽附近 但是台灣上空來說還是有一些殘留水漆在 所以全台灣各地其實都還是滴滴答答 斷斷續續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天空的雲量部分也會比較多一點 那麼來看一下未來的這個模擬圖 在未來模擬圖可以看到 台灣在這個禮拜四禮拜五這段時間 這個上空水氣還是多一點 所以天空來講的話雲量還是比較多 中南部山區午後震雨 北部東北部來說的話 受到一些偏北風的影響 也有一些短暫震雨的機會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模擬圖的部分 模擬圖可以看到主要降雨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中南部的山區是在午後的降雨 另外一個就是在東北部的這個山區這一帶 這是屬於這個東北風造成的地形的降雨 那麼來看一下未來四日雨區的預報 而禮拜五禮拜六到禮拜天主要來講的話 降雨是在台灣的東半部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另外在這個東北角的山區一帶 也有一些零零星的降雨狀況 禮拜一的時候主要是午後雷震雨的情形 在未來的這個端午連假來講 其實降雨的部分來說在全台灣是比較少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前往中南部山區 或者是東半部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要攜帶雨狙的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詳細的預報 今天晚上的時候全台灣各地的空氣品質 大概都是普通的等級為主 而北部啊中部以北來講 低溫是21度高溫是23到24度 感覺起來會比較涼一點 中南部來講低溫24到25度 高溫26到28度感覺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那麼在東半部來講的話 在東北角這邊也是比較涼 低溫21度高溫就23度 晚上出門的話還是戴一件外套 在這個花蓮台東來講 低溫21到22度高溫23到25度 也是比較偏涼的天氣型態 在明天白天的天氣來講的話 在這個中部以南來講 這個空氣品質是屬於就是 普通到對敏感族群不良的等級為主 那麼在高溫部分 在低溫部分來講 北部的地溫還是在21度 早上出門的話還是涼一點 中午的高溫略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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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這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